在东京的时候,有一个法师叫做开达法师,这个开达法师,他们要到山上去采药,到深山里面去采干草,干草这位药,他去采药。 但是去采药的时候,这个时候,这个地区正是激进的时候,大家吃饭都困难。 那么他在山里面采药,遇见了这个强盈,这个强盈是中国的少数民族,遇见了这个强盈,这个强盈就被他抓去了。 抓去了,就放在一个地方,那个地方已经有十几个人了,这个强盈在那手子,就是用木栏杆围起来,强盈在那把手看手子,你不可以跑的。 那么这个强盈呢,就是一天拉出一个盈,一天拉出一个盈,就当饭吃啊,就是像我们盈呢,要杀猪宰羊啊,那个强盈就拿我们的汉盈抓去了,就是一个一个,每天杀一个吃了,一天杀一个这样吃。 那么呢,最后就轮到这个开达法师的班了,那么开达法师是个出家人嘛,他是出家人,他就是念那个,他能够背这个观世音经啊,可能就是念普门品啊。 这么他念呢,就求观世音普舍救护了,那么就是这一天,轮他的班了,这一天早晨呢,太阳要出来了啊。 那么这时候,他心里面想,哎呀,今天轮到我的班了啊,我要死了啊。 但是这时候在念观世音普舍的时候呢,呼眼间来一个大老虎,来了。 老虎比一般老虎大,来的时候啊,一边来一边叫,叫这个强盈呢,在这就看见老虎来了,他们也怕了啊,就怕了。 这银就是只想自己啊,不想别人啊。 你怕老虎吃,你要吃那个银,那个银不心里也难过嘛,但是那就不想了。 那么就是,这个强盈怕老虎吃嘛,就跑了,完了这个老虎我就咬这个木栏杆啊。 那么这个开达法师心里想啊,这个强盈跑了啊,现在老虎来了,可能我很难念了虎口之难,他一定要吃我了。 这个老虎咬这个木头啊,咬了一个洞啊,银可以爬过去了,这老虎就走了,银没有来吃它。 哦,这时候就开达法师明白了,哦,这是观世音不是来救过来啊? 我们用普通品的话来说,银以合身得度者,即现合身为说法。 这应该是,这个时候银以老虎的身来得度。 那么那老虎走了啊,他就从那个洞啊,就爬出去了啊,就跑了。 那么就是泄适了这个灾难。 其实现在我们在想啊,这个老虎啊,我们念观世音菩萨,观世音菩萨没有现出来,观世音菩萨的这个,这个阴的身相。 也不是现的国王神,也不是必修必修你神,也不是天龙鬼神,现个老虎神。 我们想的老虎神怎么来的呢? 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一念慈悲心呢,现出来的。 他就是,他这个,我们凡夫啊,做什么事情,先要分别啊,去分别,去做这些事。 观世音菩萨,他那无分别的智慧啊,无论做什么事情是不分别啊,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后德智也是有分别。 我们将来说这个故事,这个老虎来,怎么来的呢? 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智慧观察了,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度化他。 就是他那个,他那个心力啊,这样子一分别,就献出了一个老虎来救他。 就是献出老虎来救他呢,什么会是老虎献出来呢? 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心,他这么一动就献出来了。 这是我们凡夫啊,没有禅定的因是不能的,做不到的一点。 有禅定的因呢,能做到。 就是得到初禅,二禅,三禅,四禅的人呢。 他心里面,这不是神通,这还不是神通,得了禅定的因呢,不一定有神通。 他心里面想,想什么,想要把它献出来,就能献出来。 他想一个老虎,他就能献出老虎来,想一个猫就献出个猫来,想什么就能献出什么来。 他不需要动手去做,用什么东西做,不用,他心里这么一想就会献出来。 这个有禅定的因有这个力量。 要是由禅定里边在修神通,而后才得神通的因,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 现在观世音菩萨也就是,他度化一些众生的时候,他也不需要动手。 他也不需要,我要去到那个众生,也不用。 他心里面呢,他那个智慧一观察,就像和在面前一样。 他心里面一动,说要用老虎来度化他,这个老虎就出来了。 就是要自在神力,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大自在,无障碍的神通的力量。 要怎么样啊,度化众生就能做到了,无障碍的境界,就献出来了。 但事情做完了,这件事也就没有了。 一样是我们要做一件事,要很辛苦啊,还要休息几天的。 那么观世音菩萨做的事和没做事一样,完全没有。 我不能,如果是不自在,那就有辛苦的意思。 观世音菩萨大自在,也没有这个辛苦的事情。 所以能够油画说不实际一切众生,还救度一切众生的。 这样吧,就能够化 Prince. 谢谢。 感谢观看